雙手上鎬在警方借戶下走出警局 原来他就是前一天犯下银楼抢案的王姓嫌犯 若往后攻称缺钱花用才会动起歪脑筋 21号下午一名头戴安全帽男子闯进珠宝店 亮出刀屑开口就喊着要抢劫 随后和店员发声一阵扭打 旗舰员工拼命挡却挡不过 赶紧按下紧急装置将店门反锁 但抢匪竟徒手扳开玻璃门逃离现场 光天化日行抢警方获报不敢大意 火速展开追查 一发现目标出现立刻将他压制在地 远警调查王姓抢匪十分狡诈 先是从五谷住家搭乘公车 到三从中正北路偷机车犯案 接着又到台北市市民大道汽车变庄 步行到北平东路拦继承车 沿路转搭三辆小黄逃到板桥朋友家 过程中更将赃物拿来抵债及变卖现金 原来嫌犯过去就曾来过这家银楼变卖金市 这回刚出狱又缺钱买毒才会心生歹念行抢 尽管沿路变装设置断点 人逃不过警方追气 被依强到罪嫌移送法办 警方也将持续追查其他脏物流向 三十位梦国华来心意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